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扬1.5% 根据美国劳工部三号公布的上周出领失业金人数是略高于市场预期 加上美国大选前 美股较高几率呈现震荡整理 也影响亚洲股市 而台股今天开高走低 早盘最高来到两万两千四百九十三点 盘中出现卖压 指数中场是下跌八十七点 而台股本周结束三连红 指数是下跌五百二十点 外资再度卖超提款 合计三大法人卖超两百三十亿元 台北市日本工商会议发表2024对台政策谏言白皮书 而今年更进一步提出台日经济无缝合作发展的期望 并设下2030年双方贸易额扩增至1.5倍 国发会主委刘敬青也看好在半导体领域台湾与日本的合作前景 台北市日本工商会发表2024年白皮书 国发会主委刘敬青亲自出席 逐渐政府重视程度 台日合作已经成为两国共识 今年更期许台日经济无缝合作发展 日本工商会订下数据目标至2030年台日双方贸易额扩大到1.5倍 台对日500亿美元 日对台750亿美元稳定双方投资额 人民往来互动增加促进学生和商务交流 具体也包含两国签订经济协定 调降关税 建构容易相互参与的投资制度 台湾投资于日本增加了55% 但是日本对台湾的投资大概是减少了0.9% 几乎是一个平的一个状态 所以我们还有一段很需要去改善的空间 怎么样去建制一个比较符合外商的环境 我们也会来努力做这件事情 国发会9月率领多家新创团队 在日本东京启动海外首个新创基地 并与京都大学签订MOU 由近期盼台日新创领域 每年有50亿美金投资 让台湾成为真正的亚洲戏骨 未来半导体的合作全球最好的地方 绝对是日本 绝对是日本 因为日本在前段的化学材料跟设备 是世界领先的 加上我们的制程 加我们后段 所以会成为最佳的供应链组合 这部规划在九州打造类似科学园区聚落 刘静青也宇诺 对日本外商重视的法规投资环境 将进一步解决改善 新打电视高救人沈卫彤 台湾台北报道 好 AI 带动之下 KOAS先进封装产能公布应求 台积电日前买下全创台南厂区 扩建产能 4号并发布新闻稿 宣布与封测大厂埃克 签署合作备忘录 扩大双方的合作伙伴关系 与美国亚利萨纳州 能合作先进封装测试服务 扩大在当地的半导体生态圈 台积电共同营运长张小强表示 客户越来越依赖先进封装技术 而台积电期待与艾克紧密合作 将台积电在凤凰城晶圆制造厂的价值 最大化 提供美国客户更完备的服务 好 大家看到 回答CEO黄仁勋再度重申 Blackwell晶片需求很疯狂 而消除市场对于Blackwell晶片延迟的疑虑 也让回答股价上涨超过3% 而金元代工伙伴台积电ADR 股价是同步上扬2.09% 这番话让回答股价10月3号上涨超过3% 金元代工伙伴台积电ADR 同步上扬2.09% 也消除市场对Blackwell晶片延迟的疑虑 消息点燃AI伺服器代工厂出货信心 Blackwell架构系列的AI旗舰晶片GB200 台湾供应链包括鸿海 广达 伪创 维影 都是主要协力厂商 台厂证实GB200将陆续在今年底 明年初出货 预料将带动整体业绩成长 没有国家没有想要进行智能 没有国家没有想要进行智能智能 大家都知道 制作的智能智能是一种最重要的事 他们可以做到的 机智能智能智能是他们的国家 不过近期挥达内部人士狂卖股套现 截至10月3号 挥达高词与董事在2024年 卖出近1100万股自家股票 规模创向2020年来新高 累计套现超过18亿美元 市场预料今年内还会有更多的抛售计划 青唐人雅台电视高中人赵婷玉整理报道 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今天惊喜出席 以及蔡万才台湾贡献奖 面对媒体询问再次证实将参加月底的台积电运动会 而对于即将出版的新书 他也表示叫稿都已经完成 第五届蔡万才台湾贡献奖周五颁奖 现场大咖原集 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以评委身份亲自出席 外界也好奇张忠谋即将新出自传的内容 受台风山徒而影响 全台各县市放了最少两天假 三三会理事长林伯峰先前批评台风假一天 全台损失就达315亿 针对台风假对经济影响 富邦董事长蔡明中则认为见仁见智 到底经济损失多少不是这么一个简单的数学 我不是在挑战林伯峰董事长的智慧 他是我的好朋友 KTV都满座 然后百货公司周年金还涌入更多人潮 这个也是也有经济上面的贡献 我也希望所有的企业组大家也都一样 要有这种宽容 而台股在台风休假三天后市场保守 周五收盘下跌 蔡明中不看坏股市表现 基本上我们经济还是很健康 尤其是这个AI的这个产业 大家当然有些看不准 但是我想像昨天黄元军的发言 也让我们AI的整个产业链打了一个强行争 所以我对于股市我并没有很看坏 台风假后各领域大佬齐聚蔡万才台湾贡献奖的颁奖典礼 包括也是评委之一的云门五级创办人林怀明 台北101董事长贾永杰等人 两年一届的奖项 今年颁发给天下杂志群创办人英允鹏 以及科学月刊社 更新增了特别奖颁奖演科医师陈云芷 星藤野太电视林家维 曾星敏 台湾台北报道 虽然这个星期因为台风多项活动延期 但科技界在这个月仍有多项活动为台股成盘 下个星期8号 9号两天 鸿海将举行年度的科技日活动 展出智慧制造 智慧电动车 智慧程式等三大平台AI应用 提问在下个礼拜 特斯拉预计将在10号发表无人计程车 Robotaxi 此外 微软也将推出新款的家用游戏主机 OpenAI将推出AI新模型 而屁股公司也将在这个月 开始提供Intelligence服务 一系列的活动预计将为半导体 AI 电子等产业添增动能 而被视为景气领先指标之一的制造业采购 经理人指数9月份 PMI是49.2% 从扩张转为紧缩 请教中金院副研究员陈鑫慧老师 怎么解读这项一个讯号 而景气是否进入转折 请教您看法 好的 如同主播所说的 就是说其实这几个月 我们可以看到 台湾主要出口的几个国家 不管是中国 连续已经四个月的紧缩 那这个月虽然紧缩速度 稍微有迟缓一点 但是仍然是呈现一个紧缩的趋势 那么关键在美国跟欧洲呢 都来到近期的相对低点 像欧洲的PMI 已经是今年以来的新低 那美国大概是从去年下半以来 一个相对的低点 不过我是觉得说 PMI它虽然是领先指标 但它重点是在一个趋势 目前就这一个月的一个紧缩呢 它比较是属于说 我们目前看到是下半年的状况 尤其是9月呢 它的表现其实是不如预期 那我认为这个月的紧缩呢 有几个观察的重点 是不是代表 接下来整个景气会往下 主要是因为我们可以看到9月呢 在中旬的时候 OPEC呢 它其实下修了一个 国际的需求的看法 所以在我们的PMI里头 这个月的紧缩 主要是来自塑化产业 我们知道中国大环境的需求 仍然没有改善 所以当它下修了需求之后呢 业者看法比较保守一点 另外一点就是说 之前呢 带动整个台湾制造业 一个扩张的力道 是来自电子光学 跟AI的半导体的一个部分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9月有几个观察的转折点 第一个就是观望美国的这个利益政策 大家可能担心说 美国会有所谓的硬着陆的风险 另外就是接下来我们也会看到 11月的一个总统的大选 还有就是说 其实相对之下 刚刚提到AI半导体 原先是从去年下半年到今年以来的一个 很强的一个拉货力道呢 它目前是在一个高级旗下短期的一个拉货区环 而且9月我们也看到一些地缘政治风险 美中呢对于这个晶片或者中国大陆出手 要打这个高阶AI晶片 带来一个市场的观望 另外还有一个相对的重点 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消费性电子 所谓的iPhone16或说AI PC 尤其是9月大家都在等它上市之后 能不能带来一个更进一步的需求的一个力道 但实际上我们看到的是 市场其实对它上市后的力道是比较保守的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 目前对9月的这个趋缓 其实如果我们从产业别来看 就是原先在上半年支撑力道的这个化学塑化 尤其是特用化学的部分 还有像电子光学半导体的部分呢 在9月呢我们看到一个sold down的现象 但是我们已经看到美国降息呢 反映在两个地方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交通工具产业 交通工具产业包含整车的业者 就是我们看到的品牌车厂 那我们知道利率事实上是会影响到 他们在做车贷的一个利率成本 所以这一次可以看到就是说 尽管交通工具产业订单还没有变好 可是交通工具产业的未来展望 也就是厂商的预期呢 却由紧缩转为扩张 另外一个指标性就是在工具机电力机械设备的部分 在景气不好的时候呢 他会立刻被厂商裁减资本支出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是随着这个降息的一个循环的到来 其实工具机业者对未来看法也变得相对热观起来 我觉得关键是下接下来在终端需求的部分 以及民众的信心能不能回温会是比较关键 所以我认为说还是可以再观察一下我们10月后的数据再来决定 金元代工龙头台积电4号上午宣布 封测大厂埃克尔与台积电已经签署合作备忘录 希望在亚利萨纳州提供先进封装测试服务 进一步扩大当地的半导体生态圈 日本首相施破茂周三表示 升息没有做好准备 发言让日元急错 周四晚间施破茂说赞同央行行长直田河南的观点 表示调整利率之前仍有时间评估市场和经济状况 日元升值近0.3% 为期7天的中国11周大闸蟹销售是衡量中国内需的重要指标 然而今年大闸蟹价格直线下挫 每公斤约60-100人民币 比9月中旬下跌20% 凸显中国消费者支出持续平润 美东码头罢工在三天闪电结束 台华评估预估一到两周即可消化 因罢工造成的港口作业演误 台湾杨明海院总经理白坤荣提醒 美东劳资双方是将目前合约占颜到明年1月5号 仍需关注谈判进度 尤其要观察是否谈成关键议题自动化 新唐人眼界电视整理报道 带靠今天的产业动态 周会能源周活动台大电今年扩大规模 展示各项的能源解决方案 欧影1除能系统系列是首度公开登场 另外康书也展出专为企业客户打造的 一站式净零解决方案 台北市日本工商会发布建言 建议让日商适用台版晶片法案 同时希望台日双方尽早签署全面的经济伙伴协定 也呼吁日本政府表态支持台湾加入CPTPP 而在台湾离岸风电政策方面 由于过度要求国产化 阻碍日商扩大在台湾的投资脚步 国发会主委刘敬青表示 已经和经济部讨论 而经济部释出善意将规划政策上 如何给予业者更多方便 而新宇航空宣布正式跟阿拉斯加航空 以供挂班号方式展开联营合作 展至北美内陆八大航点 争取更多的合作机会 立法院今天再度开议 不仅走预算成为正式工房焦点 在这10月电价调涨即将上路 却传出烟草产业适用减半调涨 但医疗诊所却要大涨电价14% 引发议论 而对此经济部长郭志辉说明 经济部已经将医院列入动涨电价名单 立法院周五开议 财经部会首长刀场 不过10月电价调涨即将上落 又再传争议 原来9月30号经济部敲定电价涨幅 但其中烟草制造业列在减半调涨范 国内大型医院店价调涨却有14% 引发外界议论 经济部3号迅速转弯 宣布烟草制造业店价调涨14% 医院诊所餐食及外汇团审承包业 花莲旅宿业等业别给予店价动争 这个我想价格都是由这个电价神医委员他们决定的 但他们决定的是一个方向 那对于细微的调整 我认为还是会根据各个不同的业种实际的状况 来反映 所以我们会做这样一个建议的修正 经济部火速呼应外界声音让医院诊所试用动涨 另外北台湾部分县市山陀儿台风中一连多天放假 引发产业界批评 三赛会理事长林伯峰直指全台一天损失超过300亿 政策上是否有调整必要 这个台风架是地方政府的全责 我想每一个地方政府都有他们考虑的部分 所以我们是尊重地方政府的决定 这个确实造成一些决定上的一些困难 整个的放假的机制 都是地方政府衡量各地的风雨 各地的交通 我会希望说中央气象署能够再精进 用科技的方式 更预测准确的方式 来让各地方政府能够取得更进一步 更新更正确的资讯 所以这个部分我想未来 我们如何来精进 这个是中央与地方 我们可以合理来检讨的 中午再度召开总职群 今年对经济部及台电一大重点 是2000亿元波普预算案 更涉及台电营运稳定 警长郭志辉也喊话 期盼获得再也立委支持 新唐人也在电视文官联沈文彤 台湾台北报道 台风山土耳消散 但南台湾农渔民是遭受重创 石化工业区也出现停摆 整体的修复工作呢 持续进行当中 告证市长陈其迈今天表示 要拼三天恢复市容 一二三 民众奋力想移开横岛路数 无奈太重只能放弃 四号清晨 中央气象署解除台风山土耳 海上和陆上警报 不过已经受重创的南台湾民众 损失惨重 海水管断裂找不到人修复 不仅是屏东养殖渔业 农民作物也被破坏的一塌糊涂 高雄香蕉田遭遇重创 大片作物被拦腰折断 截至到周五上午九点 山土耳已经影响了全台超过 三十九点三万户停电 其中以高雄和屏东最多 更进一步影响到高雄石化工业区跳电 传出包括东莲 台具中游新三清等十多家的石化厂停摆 有业者评估需要两三天后才可以恢复运转 那我们预计的进度是 在今天要完成主要道路的这个抢通 那在三天内我们希望可以恢复 那我们的市容 那尤其这一次在整个树木的倒塌 可以说是非常的这个严重 高雄市长陈其迈周五上午 视察了市容复原和环境整理 而尽管山徒已经消散在台湾上空 中央灾害应变中心仍然持续开设 要来协助地方灾损修复工作 星藤野太电视 李金菊 叶大为 林家为 曾新敏 高雄屏东 采访报导 下期新闻重点 欧盟将投票是否对中国电动车 可挣45%关税 休息下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新唐人财经新闻 再靠今天的国际重要财经报纸讯息 首先看到彭博社报导 中东风险增加 有价将近创下2023年最大的单州涨幅 周时报 美国大选在即 社群媒体影响受到瞩目 左克博能否摆脱政治纷争 华街日报 日本新任首相石破茂就任之后 首次付博会发表演说 指示部会首长制定综合经济计划 以彻底摆脱通货紧缩 另外日本经济新闻 北美电动车销量下滑 据传丰田将推迟美国电动车生产 从2025年年后到2026上半年 好 中国当局大力补贴电动车 引起各国不满 而继美国对中国电动车 科增100%关税之后 今天欧盟成员国将举行投票 决定是否也对来自中国的电动车 科增高达45%的关税 而科增关税的可能性非常高 因为除非有占欧盟人口65%的15个成员国 投下反对票才会否决 外媒路透社报导 法国 希腊 意大利和波兰将投下赞成票 下期新闻重点 台湾OTT产业节目自制率攀高 金钟入围肯定 消息下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但您关心国际串流平台业者持续自制影视节目 获得台湾金钟奖的入围肯定 根据台湾文测院数据收视的习惯调查 去年串流影音收视户是大于非串流影音 也让平台业者加倍用心 让台湾作品打入国际 国际串流影音平台在台湾占有付费市场主流地位 平台业者持续发展自制节目 获得金钟奖十项入围肯定 入围我就已经觉得很开心 我如果能够得奖 我是希望说让更多的人认识华丽計程车 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董娘 最主要是华丽計程车有让更多的人看到 演员异口同声出演影视节目 要让更多观众看到 根据台湾文测院调查 2023年串流影音用户超越非串流影音用户 文测院更表示串流影音使用率 已连续三年正成长 记者会现场主唱团队都难掩兴奋 入围的时候我最想说的一件事 都拜托给我 拜托 最期望就有一个电影 就很期待真的做出电影的后期 在2023年的时候 看到我们在2020 正在疫情当中的时候写的戏 然后得到疗愈 平台业者送上致意讲座满满祝福 调查发现台湾影音观看行为 九成三观众有影音观看习惯 近五成观众每日花费一到两小时 观看长篇影音 台湾观众喜爱的国际平台前思敏 亦是为YouTube、Netflix、Disney Plus 及LINE TV 慢慢加入到我们的LINE TV的 这些影视的内容 能够经过我们的平台 让我们台湾甚至于海外的观众 能够分享 平台业者投资内容产制 串联媒体与制作团队 持续让台湾作品 透过影视节目IP转益 打入国际市场 新唐人亚特电视 我们下期再见 或最爱您的预想 他们台北采访我们早 好 带靠下周 有哪些重要的财经活动 首先 周17日 联发科发布旗舰晶片 8日 鸿海科技日开幕 9日 财新金、新光金 举行临时股东会 另外11日 中信金控 举行零股会 以上是10月4日的 新唐人财经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沈文彤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